耳朵不见的小白兔 小白兔很不听话 总是和妈妈唱反调 妈妈要他收拾积木 他把积木推倒后躺在地上哭闹 妈妈说 你都不听话 长耳朵有什么用 小白兔赌气地回答 那我不要耳朵了 隔天 小白兔发现 自己的耳朵真的不见了 没有耳朵难看极了 没有朋友想跟他玩 小白兔哭着找妈妈 我以后乖乖听话 耳朵还能长出来吗 妈妈说 只要你做一个听话的孩子 耳朵就会长出来了 小白兔变乖 变听话后 又长出了一对漂亮的大耳朵 别忘了订阅富德超人的YouTube 和导富德超人粉丝页按赞哦 我们下次见